给大家早上好 感谢天主啊 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 让我们能聚在一起 一起来学习 聚在圣缘 赐给我们的一些光亮 让我们能散读好我们的四星期 今天是四星期的第三个主日 然后带给大家一起来 做的一个反省的一个主题是 你们的悔改 因为天国临近了 因为实际上四星期 常常做的一个主题的默想 就是悔改 所以我们今天 专门拿一次课 或者说拿一次分享 来一起来学习 有关于悔改的 在圣经当中 给我们的一些知识和教导 尽管 当我们经常去学习 可是当我去 去查的时候 我还是发现 什么叫悔改 我还是不是很清楚 我们总觉得说 悔改悔改 什么叫悔改 不是很清楚 所以当我去准备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还是很受益的 原来我们对悔改的理解 不是那么准确 这个悔改是我们称为一个笼统的一个称呼 实际上什么叫 它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怎么做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 磨冷两可 所以 我也是觉得 很有必要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 今天内容不是很多 我去承设的内容不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主题 很有必要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近去 长时间 就是从社会里一开始 我们就在做一件事情 去悔改 为什么要真正悔改 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圣永的51章18到19节 达威 达威圣王在他和巴特斯巴通鉴之后 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过 那么在这个时候 达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忏悔 他在这里做祈祷 他说 是因为你既然不喜欢 我先前还记 你也不喜欢 天主 我的基线就是这痛悔的精神 天主 你不轻开痛悔和前辈的赤心 在所有的基线当中 我们都知道基线是越了天主 大家如果看上去九月就会知道 每天每天 现和平地啊 全凡地啊 尤其是全凡地 是最悠了天主 可是 可是 在这里应该达威说 天主不喜欢 什么时候会是我们的地线 讨天主的喜欢 就是我们还没有 圣洁自己 当一个人还没有圣洁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奉献和祈祷 就不能达到天主的面前 所以那我们当作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达威在这里 我的第一件就是这痛悔的精神 天主 你不轻开痛悔和前辈的赤心 换句话说 在所有的基线当中 以一个悔改的心来到天主的面前 这是最讨天主的喜欢 当我们一个悔改谦卑的心来到天主面前 那么我们其他的所有的一切 是会谋受天主的面前 所以在西蒙罗恩书记12章第14节 他在这里说 你们应设法与众人和平相互 地理追求圣德 若无圣德 谁也见不到 我去查这个圣德 这个圣德 其实在我们十高圣经当中 翻译上是圣德 其实在基督新教的圣经翻译里边 叫圣洁 我去开始查英文圣经 英文圣经也指的是圣洁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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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所谓的圣德 在西蒙罗恩书记12章第14节 在这里是说的是 没有圣洁人见不到天主 关键话是 人要去见天主 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事情 就是圣洁 人俩叫圣洁 所以 如果我们知道 四星期结束之后 是什么 四星期结束了 是复活节 是月节 是不是 是月节 那我们去看圣洁的时候 知道 任何人要吃月节的羔羊 必须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 要顺洁自己 那么月节怎么来的 我们也知道 以色列人为了处理 埃及 让埃及人抓住 他们不放 这样子做努力 天主在那里 彰显了那么多的奇迹 但是法老 心肯定不放他们走 最后天主 不得不彰显 最大的一个惩罚 可是这个惩罚 越过了所有门楣上 涂过羔羊鲜血 只要门楣上涂了羔羊的血 天使就不从那里 就越过去 为什么不吐血 就会被击杀 所以在这里面 也告诉我们 不管你是以色列人 其实在那天晚上 如果是一个以色列人 他的门没让 他也没有吐羔羊的血的话 他照样被击杀 他照样被击杀 别人都是被击杀 那么是什么是 他们解净了 是越觉得羔羊的血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引寸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们刚才说了 天主为什么去 看我们痛悔的精神 为什么我们要一悔改 我们就 就OK了呢 我们就好了呢 其实核心 更不在意 就是说 我们的悔改 那么我们下面来接着看 为什么我们悔改 就可以使我们决定 我们这里面就是说 请接着给大家分享 悔改的事 在马尊福音则第三章 十三到十七节 记载了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 我们说 在耶稣基督 公开生活之前 坚持若汉 讲悔改的洗礼 其实我们讲说 若汉的洗礼 它并不是基督的洗 若汉的洗礼 仅仅是一个悔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要说 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什么叫悔改 悔改 我们简单的理解 好像就是认错 是不是 我错了 其实不是 悔改 它并不是认错的 悔改 其实我们 这个汉语的翻译 这个词 跟它原来的意思 差别还是蛮大的 我一直 我一直在 在过去 一直 从字面的意思上 去理解了悔改 不就痛悔改过 是不是 一痛悔又改过 以后就 所以如果我们把悔改的意思 理解成就是说 现在认错 经常天中表彰 以后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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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犯了 或者说这种罪 我不再做了 这是很损确的 其实我们办告解的时候 我也一直这样的去理解 当我真正的才去准备这些课题 去查找 去学习的时候发现 不对 我们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所谓的痛悔病感 这些不是那么简单 这是悔改的意思 去 在英文圣经里面 经常用到一个词叫 repentance 还有更多的一个词 就是 在英文圣经里面 它的本来的意思 就是把你的心归向前 经常用到一个词叫 return 就是把你的面转向心主 那叫悔改 悔改的意思并不是说 是认错 悔改的意思 不管像是说 主啊 我错了 不是 然后我把我的心 继续的背离天主 不是那个意思 悔改的意思就是 把我们的心转向前 把我们的心转向前 这才是悔改 所以悔改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行为 悔改的是 使得一个什么事 是个心 把你的心转向前 它就叫悔改 只不过是说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行为之后 往往就会产生一个 外在的行为的一个改观 一个改变 事实上也是真的是如此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 交给天主 那我们外在的行为 就会随我们心的转变 而转变 所以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跳过去 心的一个转向天主 直接就是说改变成一个行为 谈不上什么意义 谈不上什么意义 所以这样的话 这就跟我们上次课 有一个仔细的结合 上个主日我们分享到 有关新的问题 我们要有一个洁净的心 就是跟我们造一个纯洁的心 为什么我们经过试炼 受试探 就是因为在经过受试炼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我们的心 没有转向前 我们的心 经常会集中在自己身上 当我们快乐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忘记不幸 当我们不幸的时候 也经常会忘记快乐 所以这都是不对决 不正确的 因为一个基督徒 他的心应该是在天主内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 我们的心 有过分的关注 我们自身的痛苦 我们的心还不在天主上 这不是一个悔改的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图片 达威 达威 他给菲特斯巴通宣之后 逗了一个孩子 受到先知 那他的指示 这波指责之后 那个孩子就生病 马上就要去死 可是达威 就在那里 穿上麻衣 偷上撒灰 静止 祈祷 哀苦 但那一刻 他没有关注自己的孩子 他把他的心 呈现给他 所以那叫悔改 所以悔改就是说 先忘记自己的痛苦 有的时候不是痛苦 有的时候是欢乐 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 过得好像一切都可以 都很好 一帆风顺 那么四星期 也一样让我们去 为什么要去做古术 也是让我们暂时离开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喜好 对这个世界的喜欢 就解释一下 自己的心底 有没有在天主呢 这是悔改的意思 悔改的意思 就是把我们的心 转向 努力的让自己的心 放在天主上 但若翰 出现在旷野里面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耶稣基督也来到了若翰 约旦河 到约翰那里去接受洗礼 但若翰想要阻止他 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 而你却来救我吗 耶稣回答他说 你暂且容许他 因为我们应当这样 以完成权利 于是若翰容许了他 耶稣受洗后 历史同学里上 忽然间立起的开了 看见天主圣神 有的鸽子降下 来到这上面 有声音有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 我所喜悦的 那超过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就是耶稣基督 他没有说过 但是耶稣基督 他接受若翰的 这个悔改的洗 他并不是说来赦罪 他是把心归向 他又来到若翰的面前 把他的心归向 一个赦罪的阿尔 所以悔改的不是一个简单 是认错 耶稣也没有错 耶稣也没有罪过 但是耶稣就来这里 接受了若翰的洗 而且是悔改的 因为耶稣在这里 也是觉得这个洗礼 把自己的心 完全呈现给父 向父表达一种顺利 然后耶稣基督 这个行为 深受天主父的洗 所以圣神也出来 给他做证 有生意从天上 说这是我的爱 我所洗的 所以这是我们 思心区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把我们的心 归向前 如果说在别的时期内 可能我们心过多的 为自己生活 工作 生意 等等等等 一切来擦牢 那么思心区 要让这个脚步放满 要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关注 甚至换句话说 对自己家庭的关注 甚至对自己的关注 把这个心 反映到天底 那么耶稣法 把这个定义中的完全成义 所以这是我们人成义 什么叫义 义是什么 义是指的 我们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 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好 我们就要义人 就符合天主的证明 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不好 而且不符合意义的关系 这个好不好 就看我们的心 是不是放在天主那里 有没有转向天 然后我们再来看 路加福音的1624页 的高速经经 路加福音的是八章 我给大家读一段这段福音 大家都知道 这个福音大家都听过 反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跟大家一起 耶稣向几个字称为义人 而轻视他人的人 受了这个比喻 有两个人上圣经去祈祷 一个是法利赛人 另一个是瑟利 那个法利赛人历者 经理这样祈祷 天主 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想替他的人 勒索 不义 也不像这个瑟利 我每周两次进士 犯我所得的 都捐献十分之一 那个瑟利 也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往前走不赶 只是吹着自己的胸盘 天主 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下去 到他家里 成了证 而那个人也会 其实 我们去读这段福音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法利赛是做的 就他的所做所为而言 比这个瑟利赛做得好不多 这个事实 人家也没有勒索福音 而且还近视 而且还捐献十分之一 瑟利都没有做这么好 那为什么在这里面 这个瑟利回到家 基督就说 这人下去到家里 就成了正义 而另一个者不忍 为什么另外一个者不忍 这就回到我们 刚开始提到的第一点 人人都有罪过 要搞清楚 人人都有罪过 就像那月节 晚上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样 你以色列人家里的门框上 不出让高养的血 照样被击杀 人人都是不洁 如果一个不洁的人 你做了什么 都不会讨县我的喜欢 都不会讨县我的喜欢 所以当卫神晚上在那里做祈祷的 我现在就想把你 你也不喜欢 那我献给你的天主 就是我的悔改 就是我的天肺的知情 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知道 悔改能使人成 而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 不是说我们的行为 做得好 我们就成义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一份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你否定了一个事实 那就说明我们是无罪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所以那么通过这个福音 我们再次知道 当我们的心归向天主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归向天主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义人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 说悔改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在这里 那么透过这两个 身间的查找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不要像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的风险 我们的提导 变大天主的习惯 我们必须要经常做的一个事情 去悔改 悔改并不是说 经常在天主那里去 去承认错误 不是这个意思 我刚才说了 就是审视自己 把自己的心转向天主 那为了帮助我们进阶段来 正好前几天我才看 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在诗情区里面 发的一个一句话是说 悔改的核心是耶稣 悔改的核心是耶稣 不是我们自己的罪过 不是在那里认错 不是在那里存凶 不是悔改的核心是耶稣 那为了帮助我们去理解 我们在那里看 路加福音的十八章 就是这三节 我们看那个税令 为什么他做完这个祈祷 然后回到家 就是成为义人 那个税令 远远的站着 远远站着 其实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 过去所做的 有很多的地方 不讨厌 甚至举目往天都不敢 他对自己的罪 有个深刻的认识 只是吹着自己的胸上 天都可怜我这个罪人 这个祈祷做得多么简单 没有长天大乐 我不需要向天都 堅持自己所有的罪过 只是表面一个事实 自己是个罪人 虽然我们每个人 谁不是罪人 确实要哪一个人 都不是罪人 可是当我们试图 为自己辩解的时候 当我们站在天都面前 甚至都讲到别人不好的时候 那个罪 就要会连到我们 不会 所以悔改 它是让我们的心 短向天主 其实更确切的说 在这个时候 悔改的核心 是耶稣基督 我们悔改 我们在做悔改祈祷的时候 这让我们心转向 也会止 因为是他 亲自答了我们的罪过 所以在波格诺 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 他在自己的身上 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 上了木材 为叫我们的罪过 为叫我们所谓于罪恶 而活于证 你们是因他的创伤而获得的权力 所以在这里面悔改的核心是 转向天主 就是转向耶稣基督 让我们双母 只是祝母耶稣基督 把我们的罪 交回给他 让他可怜我们这个罪 其实一直到新约 整个旧约所记载的悔改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一个羔羊的血 又怎么能赦免人的罪过呢 人的罪 人的是人的罪 所以在整个旧约 那羔羊的血 只是一个代表 只是一个符号 真正一个人的罪过的赦免 是在耶稣基督定在世的家属之后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悔改所记载的时候 就笑话那个税吏的时候 只关注自己 求主你不可怜我这个罪 而我们所知道的 另外那个税吏也不是这样 那个法律赛人 是关注的是别人 所以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 当我们去做悔改所记载的时候 就是说只是让我们的心 和天主 之间建立一个关系 要把我们自己的心 从别人身上移开 所以说别人做的好 别人做的不好 都不应该是我们的关系 甚至这个人是我们的家人 因为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有判断 自己比别的家人做的好 自己可能比别人的内归精多 自己可能比别人的圣经多 不自觉的我们的家人 就当我们眼里对我们做了判断 那事情是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 祝你天主 就像立个岁礼一样 天主 你可怜我这个岁礼一二 悔改的核心是耶稣 说的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让我们和天主的慈悲享受 我从小到那应该说 翻过告诫我都不知道多少次了 被经过的神父有很多次 但是只有一个神父让我感受到了 和好顺势他的慈悲的含义 有一次我去翻告诫这个神父 他准备的很好 他步骤这个场景很温馨 他把一个白布放在桌子上 让你坐下 然后那白的布上 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 进去以后 他就跟我讲 所以说和好顺势是个喜乐的生日 和好顺势是个关于爱的生日 和好顺势是个关于爱的生日 和好顺势是在这里让我们和耶稣基督 和天路负责慈悲响 那一天我还没有办告诫 还没有开始告诫 就听了神父讲了几句话 我的眼睛就说了 其实悔改的恶心就是这样 让我们和耶稣基督和天路负责慈悲响 而不是说 一直有一个灰色的思想 让我们好像就是认错认错认错 惩罚惩罚 惩罚惩罚 所以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 在《路加福恩》第15章记载的这个故事 是在自信区里面经常经常会提起的一个故事 还是在自信区避讳提到的一个故事 因为每次我们回来 就是和天路负责慈悲响 在那里没有所持 在那里没有称呼 在那里只是让我们去体会 我们在天路之外 生活的各种心酸 劳苦 在我们表达悔改 回到父那里之后 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拥抱 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治愈 我们的生命会得到肯定 那份喜乐 那份喜乐 这事情其实原本 同志在上讲 是一个悔改 一个悔改的标记 而以内在而言 这应该是个喜乐的事情 因为当我们的心转向天主的时候 就是喜乐的 又怎么会苦呢 其实如果我们在做性基础 做到一些劳 一些东西摘一届气的 我们不是从心而做的 不是带着一个真正的 寻求天主的心而做的 那真的是劳苦 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和天主学 可是我们的心一转向天主的时候 感受的不就是天主的爱 我们去看这个 路加坟的这段记载 这个浪子 他给他父亲要了财产之后 就出去自己 我们很多的时候 为什么说我们要悔改 因为我们也自己 拿着自己的计划 生活 当当的一切的事情 自己在经营 换句话说 我们自己在自己生活 让我们的心偏离了天主 没有去听从他的教导 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我们继续在内心里面 向我们发出的招教 可是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 去生活的时候 就会劳苦 就会重担 就像那个档子一样 因为没有天主恩宠的保守 我们不能去善固一个 正义的生活 所以才有了各种痛苦 遇到灾荒 因为没有天主的恩宠 我们不能保守自己 所以建筑想给我们的一切美好 当遇到灾荒的时候 感觉吃着都没有 所以事情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也是一种一系列的试炼 一系列的试探 来提醒我们 我们的心在转向前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生活 交在天主的手中 因为我们自己经营 太土苦 我们自己经营 太劳苦 所以我们自己生命 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自己的家庭 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这个暴露问题 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以前 我觉得这段 讲 听听课的时候 这个 孟小平老师 经常讲一个比喻 我就觉得蛮有意思 说 如果你知道 第一个孩子 喜欢这个冰淇淋 然后爸爸就跟孩子说 咱们家这个邻居 开了一个冰淇淋店 我带你去看看 对 孩子说好高兴啊 那就跟上爸爸去看了 放在那以后 爸爸 你看这个冰淇淋 你喜欢吗 孩子说喜欢 你看那个喜欢吗 喜欢 喜欢一大点 好吧 咱们家回家吧 看够了 有这样的父母吗 没有 然后你买不起 买不起 你就不要带孩子去看了 把孩子的胃口掉起来 最后说 咱回家的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父母 何况我们的天主就更不是 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有的人 我也想到这个故事 把这个故事再变着衍生一下 我们想一想 我们生命大众有很多的问题 假如说一个医生 他给你诊断 看他头头是道 你这有问题 你这 这有问题 是不是头疼 是 是不是头疼以后 还在这也不舒服 是 他给你诊断 头头是道 最后说来 没办法 你回去吧 没得知 那有什么意义 你说是那有什么意义 那你还不 别告诉我了 你要说告诉我 不能治 你就别告诉我 是不是 我们生命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家庭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自己已经被这些问题 折磨的已经 劳苦重担 甚至我们对这个问题 看得越很清楚 那天主让我们看得就更清楚 最后天主说 好了 这就是你的问题 这就是你的痛苦 承受去办法 天主是这样的建筑吗 我们不要忘记了 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句话 我来不是来找地 我来是来找地 他知道我们灵性生命的软弱 他来并不是来指出 我们身上有什么罪过 他来也不是为了指明 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软弱 不是的 耶稣来 他不是为了指明 并不是这样告诉我 说你有多软弱 耶稣也并不是来告诉我 你身上有多少罪过 我现在一一个数给你看 突然有的时候 我们缺乏一个悔改的心 天主会光照我们 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罪过 不会软弱 但是 并不是发展到那个地步 就念说 好了 你现在认识了 走吧 不是 耶稣是什么意思 耶稣他这个名字 是救主的意思 是天主拯救的意思 其实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发现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就是天主总是有意无意的 忽视人的罪过 因为这西方人悔改 因为他要罪人 实行拯救 他不是不能点明出来 指出来 你就这么多罪过 来指责人 不是 反而耶稣基督 并不想叛造我们的罪 在罗马人说告诉我们 说在耶稣基督内 生活的人 以无罪可定 在罗马人说的罪 无罪可定的意思就是 主耶稣基督不定 有时候越来越告诉我们 说耶稣基督不定我们的罪 谁又能定我们的罪 是圣神吗 是天主父吗 或者更好说是耶稣基督的罪 耶稣基督他不定我们的罪 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 我们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 那就说明我们 但是前提是 说的是哪些人无罪可定 是在基督耶稣里 基督耶稣内生活的人 就是我们的心 归向耶稣基督的人 是呼喊他为主的人 就像一个未成年人 犯了任何的经历的 一个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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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去告儿子的 直接告诉了父母 需要了父母来随着 你告诉一个孩子 那能非常的了 也就像在过去一样 一个奴隶犯了错误 你所有的经济损失 都要来主人来承担 我们经常 称自己是天主的儿女 我们经常说 自己是基督的仆人 那就意味着 所有的罪过 所有的软弱 耶稣基督败给我们 可是当我们没有 这个心思念力的时候 我们去拿自己的生命 去经营的时候 我们就会受到遍体的一伤 我们就觉得生活 这么牢狂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要反显问一下自己 我们是不是冲淡了 耶稣的决定 我们有没有把 耶稣该背的使徒家 背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 因为赦免罪过是 耶稣他的使徒家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耶稣基督说的是 跟随他 耶稣说的 劳苦冲淡的社会 来到他面前 交给他 然后他告诉我们 他的恶是柔和的 他但是是轻松的 所以四行七就是个反显的 让我们帮我们的心归下来天路 归下来天路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反显自己 拿着自己的十字架背的不对 是耶稣的就交给耶稣 可能我们该做的十字架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在洗脑当中把自己的心归给耶稣 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不断的去反省自己 我们要做的就是像那个税吏一样 站在那里 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 够了 够了 也不必要让自己的罪过天面 把自己折磨的死去活来 这不是耶稣基督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面里 要体验在 体现在体验在 关注耶稣基督的爱和慈悲上 而不要让我们的心被我们的罪牢牢的抓住 我刚才说了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转向天主 就意味着从我们的身上 所有的一切都要转向 自己的好 自己的不好 并不是说我们不像天主人 而是说 不要让自己的心 老是被自己的罪抓住 当然 也更不要让自己的心 对我们自己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善行 牢牢的抓住 干战自己 也是不可惜 所以这就是圣保罗宗斯所说的 我不一心无愧 但我不断听自己的这意义 所以悔改的意思就是 把心转向天主 脱离开自己 自己的好 自己的不好 所做离开 去目关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他对我的爱 他对我的包容 他对我所施行的自卫和怜悦 就展现了 你就会发现 基督 对那个被当场捉纳的 蔓延的奉利 是人要定他的罪 不是人 基督要定他的罪 所以当众人离开了之后 耶稣基督问他 没有人定你的罪 那个妇女会来 没有 耶稣说 他们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 哇 其实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福音 耶稣基督说他不定我 但是我们要记住 不定我们最 是因为那个妇女称呼耶稣 为什么 主 他喊他为主 耶稣从来不拒绝别人喊他为主 反而他心里好好高兴 所以当我们呼喊他主耶稣的时候 也是心里好高兴 但是我们这个呼喊 不要只从口里 而又要从内心 当我们呼喊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 他就心甘情愿地把我们所有的罪过 所有的软弱 我们家庭的所有问题 我们自己生命当中 所有的坏坏 都愿意与他 但是前提 要呼喊他为主 就是让我们的心软强 所以回到这个路加分的十五章十七到二十节 就像这个 他在外面受了那么大的一个委屈 败坏之后 他反攻自了 我父亲有多少 口粮丰盛 我在这里把药饿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 并且要给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费在座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你的一个勇工 他便起身到父亲那里去了 你很远的时候 父亲就看见了他 中了连年 跑上前去 扑到他的脖子之上 热情地去 我们去读这个福音的时候 你看到有哪个句话里面 提到了父亲对他的故事 又看到了哪句话 他的父亲对他冷眼 毫不客气地说 他父亲甚至都不敢说一句责备 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的内心已经满面羞困 他甚至担心自己的一句斥责的话 都让儿子可能在这里看 绝对不对 他知道他的儿子的心已经满意了 但是回来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所以就像这个蛋子一样 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回到父亲的安全 也就是一个非常遥远的道场 我们也是 让我们把心脱离开自己 脱离开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在四星期内 一心的把心交给耶稣 交给天主 也不是个人我们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去努力 数十天的时间让我们做这个事情 好去预备在一月节的时候 给耶稣基督的事情 但是在每一天我们这样子 努力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总会经典到 给耶稣基督的指挥 就会拿出他的爱的拥抱 爱的气 那么我们再记得看 在《路加文》的第十八章十一十二节 在这里面提到那个法利塞人 那个法利塞人历者 经历这样祈祷 天主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 故意坚引 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每周两次进食 放我所得 都捐赠十分之 为什么这个法利塞人 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做的不可能不好 但是为什么不讨天主的喜欢 在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一个回感 你看他做这些祈祷 他的心没有在天主难 他的心在自己身上 他为自己自作的沾沾自行 就以为凭着自己的这些善行 就已经可以成立了 没有一个人的善行 能让自己成立 其实这个关注点 他自己 不当那些关注自己 还关注谁呀 其他人 我不像其他人 我不像后边这个水利 那我们刚才提到是说 回来的核心是耶稣 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前面 可是当我们的心 关注在自己的善行上 当我们的心 关注在自己的罪过上 当我们的心 关注在别人的罪过身上 别人身上的罪过上 都不符合悔改的一个条件 因为悔改是 只是让我们自己 把我们的心转向前面 在天主面前 去闪烁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这就是在 悔改在最近期 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交通方 一到最近期讲到 这总而言说一件事情 不要讨论别人 不要论谈别人 不要说别人 这个非常非常经验 这是我最近 我一直在写的一个功课 以前我总是不以为然 因为我可能不会去判断 就是别人 但是我发现 最近一个判断 就是发现 我总要判断 一个家人 我觉得自己家人 好像不够 像你妈呀 去五星多 年玫瑰青多 总觉得他们做的不够好 其实这都不应该 苏星多就好 苏星多就让你成为艺人了 反而人家在天罗面前 自前自为 人家是艺人 你在这里还说人家不好 你都创意跟法律 三人并区别 还是罪人而已 所以不要判断别人 不要判断别人的意思 就是别人好 别人不好 总是要去论你 因为每个人和天罗之间都一个独立的关系 人的一个灵魂和天罗之间的一个关系都是一个奥秘 都是你能不知道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你比他们好 不一定 不一定 尽管你可能从外在上做的比较好 也不一定表示 你所见读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他 我们身边的地人 是见读之间的关系 不一定 因为你看不出人心 人心可能处于软弱的 这种生活的困绑当中 但是人家心里面一直在那毒 你可怜我这个罪人 人家一直是一人 你二则不忍 因为你觉得彼得做的好 就这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比天罗已经很久 所以 会改的核心是耶稣 是让我们的心转向 把我们的心不要放在自己身上 也不要放在别人身上 而单单的放在自己身上 其实 即使我们判断人 不管说别人好 或者说别人不好 这个人 这个人 那个人 你说的这个事情 本身就是在判断人 可是几十判断人 就让我们的心远离 你们没有一个人 有资格判断另外一个人 因为神当然是天主的事情 所以核心心里面 加上了一个重要的解释 就是让我们的话语会要涉及到别人 是非 常做 非常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个事情 远出来就是说 我们今儿 以前我也有过 所以我也愿意给大家解释 回改不是后悔 回改也不是后悔 什么叫后悔 什么叫后悔 我们一个软弱的碎果跌倒 我怎么能发这样的碎果 我要是不这样 我就不 我要不这么做 我就不 我就不 我就没事了 我就不发这碎果了 真是后悔 做这个碎果 他自己也后悔 这世间出卖耶稣的尤达斯 既然他也被判选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银钱 退换为斯蒂兰和赵兰 或出卖了五股的血 他们却说 这以我们何干 顺利自己的事 于是他把那些银钱扔在圣子里 就退出了 上去 尤达斯在的时候 他也说后悔 但这个后悔不是悔改 我们刚才说了 悔改的意思不是后悔 悔改的意思是发出的心格 后悔给悔改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有的时候 这个后悔阻止我们悔改 因为你做了一个罪过 或者说是一件错事 你牢牢是在抓住自己的心不放 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故意关注自己 做的对 做的错 因为关注自己 自己的行为 反而让你的心不能展现 那不叫悔改 所以懊悔有的时候 是阻止我们悔改 所以不要有懊悔 错了错了就错了 要是将自己 尽可能 尽快的 想要和团圆错误走出来 摆脱 一个自由的生命 来开始新的生活 天主允许我们 我们一定记住 我们天主造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不是天使 我们是一个 但是我们也不是魔鬼 我们是一个 可以 可能犯错误的 犯罪过 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是经常现在要悔改 就是让我们的心 不断地去追想天主 所以在哥林多公书第七章时 也在这里说 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优苦 能产生再不发挥的悔改 一对一对就 事件的优苦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 等同一把自己做的错事情 有那种懊悔的心 就认为是悔改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 罪过好羞愧 觉得罪过羞愧 并不一定是觉得悔改 悔改是让自己的心 感染天主 如果一件事情 让我们努力了 犯罪了 犯罪就犯了 就好像自己不能犯罪似的 没有什么可经济的 没有天主的恩宠 我们处于随和当中 就不能自保 因为天主的恩宠 才使得我们 很有可能 可是当我们不犯罪的时候 我们干干自洗 这是一件更恐怖的事情 其实在那个时候 你根本连一个悔改的心都不 因为你干干自洗 就是让我们的心脱离而天主 把天主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些恩宠 你居为居有 那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法威上网所提到的说 我主 我的罪过长 怎么样 浮现在我的眼睛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生命当中 天主允许我们跌倒 经验到离开他 我们必须靠他 这就是为什么 即便我们跌倒了 也要去为我们来跌倒 让天主线上感觉 让我们的心 时时刻刻的在天安的那里 好了 这个就是我给今天大家的分享 讲了一些悔改的一些 一些细微的事情 这个大家以前可能也听过 我也听过 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 还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希望今天 讲的这个悔改的心思 能给大家有帮助 在我们以后生活当中 能避开一些 这更绝对 好的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